早上今年39分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高雄市有个苏小姐 她带着三个月大的baby逛卖场 离开的时候忘了收婴儿车 十分钟之后回头要找已经不见了 她调阅了监视器 发现是一个阿嬷推走了她的婴儿车 旁边还跟着一个小女孩 苏小姐说这个阿嬷呢 在小孩面前做了不好的示范 而且呢婴儿车上有妈妈所送给她 珍藏了两条被子 苏小姐心急如焚 希望拿走婴儿车的妇人赶紧的还给她 天穿红上衣的长发妇人 推着娃娃车到柜台询问店员 她在门口捡到的娃娃车 没人认领是不是就可以拿走 接着转身推了娃娃车就离开 旁边还跟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但苏小姐说这娃娃车是她的 放在卖场门口十分钟就被推走 我才买几天 对然后第一次带着小baby出来 对那天刚好是圣诞节 然后就出来采购她需要用的东西 时间推回耶旦节 当天苏小姐推着刚买的娃娃车 第一次带三个月大的baby外出逛街 苏小姐还开心的帮baby拍照 没想到照片中的娃娃车之后就被人拿走 更让她着急的是 车上有两条妈妈送的毛毯 意义非凡 后来报警警察到了 那两位柜台小姐呢 就在旁边说 早知道就不告诉我这个讯息 那我当时我就是很气愤说 我这么着急了 你们还在一旁说风凉话 丢了娃娃车 苏小姐急忙到卖场寻找 但她指控员工不帮她 还说风凉话 让她觉得很傻眼 她说不会追究刑责 只期盼推走娃娃车的富人 能赶快归还 中天新闻成古名包经营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